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數 賺錢真快速 今天我們來上 台子選擇權的第四集 前面幾集我們跟你提到 選擇權的一個操作跟一個介紹 很多人對選擇權會很怕 因為覺得它很難 所以我們在教你的時候 我們必須把複雜的 把難的把它簡單化 用你聽得懂的方式來告訴你 所以你要賺錢 你不需要很難很難的東西 你把那個重點給抓住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提到 選擇權你只要學會四招 這四招你學會了 你就能夠打天下 其他人可以到時候有空 想學會學就好了 拿四招 第一招 買進買權 就當你看展的時候 你認為這個壓力點會突破 所以你就買嘛 第一招看去買去 第二招是賣出買權 你認為這個壓力不會過 預期盤整 看過去賣去賣出賣權 賣出賣權 第三招 買入賣權 你認為這個壓力的支撐點會破 會大跌 所以看路賣路嘛 買入賣權 第四招 賣出賣權 你認為這個支撐 不容易失守 就是不會破 會撐住 所以看路賣路賣出賣權 好投資朋友 這四招你學會了 你就可以掉一招一招 那講起來很容易 做的時候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那個壓力支撐 你怎麼知道那個壓力不會過 你怎麼知道壓力會破 有沒有 重點在於這個支撐點嘛 重點在這個支撐點 重點在這個壓力點 哪裡是壓力 哪裡是支撐 那支撐跟壓力 會突破 會跌破 你怎麼看 所以為什麼要學技術分析 第一個 提高你的勝率 最後你在做選擇權之後 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他所堆應的這個標的物 以台子棋選擇權來看 他的標的物是看什麼 看大盤嘛 那你同時去看期貨 透過期貨的壓力跟支撐 去了解他什麼意思 他在什麼位置 因為透過技術分析 他能夠讓你的勝率 提高到50%以上 如果你的技術分析 沒辦法到50% 那還不如你就丟銅板啊 丟銅板 做做做後 丟一下 50%嘛 雖然你的技術分析的勝率 你要超過50% 如果低於50%以下 那你看他就丟掉了啊 因為他比銅板都還不如嘛 不是有人這樣舉過這個例子 一個專家跟一個猴子 猴子用設備標去選股票 專家用技術用基本面 然後去研究 到最後 到最後 專家還不令銀猴子耶 所以如何透過提高你的勝率 把技術分析給學金學透 因為技術分析 他能夠提供 買賣點的進出依據 然後不怕你倒聽途說 這一點很重要 為什麼提供買賣的進出依據 很多人做股票這樣子 基本面 消息面聽到了 去買 一消息面做買進 結果股票開始殺 買了完之後開始殺 一路殺 殺到最後看到破線了 依技術面出產 如果你是這麼做的話 那就要打屁股了 你依基本面進產 依技術面出產 你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你很容易死 你要的話呢 用同一套標準 你用這個標準進 就用這個標準出 例如說 你用MACD進產 你就用MACD出產 你用KD進產 就用KD出產 你不能說我用MACD進產 用KD指標出產 你可以說老實我可以試試看 我這樣做還不錯 但我可以告訴你 你如果這樣才做的話呢 你要依據啊 你的依據是什麼 你的邏輯在哪裡 所以回歸到最後 當你的邏輯 如果是錯誤的時候 你用什麼東西來做 其實都沒有意義 而且還容易錯 所以你要知道它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工具 例如說好像 你看我拿一把倚天劍給你 你要知道那把倚天劍要怎麼去耍 怎麼去用 圖龍刀怎麼用 所以記錄分析它有分一些派別 這個你一定要知道 你說你現在用的這個指標 是屬於哪個派別 一般記錄分析它有分兩大類 一個叫指標類的 一個叫形態類的 指標法是屬於素質分析 形態學是屬於什麼 圖形分析 指標法就是數值嘛 而例如說這個指標 在高檔在低檔 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就是都數字 超過50% 偏強勢 50%以下偏弱勢 然後到90%的時候 是屬於什麼 超買區 10%超賣區 是什麼 數字嘛 那什麼叫形態 什麼叫圖形 我問你 三尊頭可以用數字表示嗎 沒辦法表示吧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 這叫三尊頭 你看到破檔中藏黑 不用什麼數字 不用什麼疊幾% 你要看到這個線形 哇 盤整那麼久之後 突然間又砰 下去 一根藏黑棒 你看都知道了 所以圖形的東西 很直覺很直光 用看就好了 不用講 你不用告訴我說過去是 過去漲多少跌多少 後來現在今天跌 跌幾% 我只要看線形就知道 叫做圖形分析嘛 所以指標有分兩大派 兩大中派 一個是指標法 一個是形態學號 那指標法的這一類 又分兩大門派 一個叫順勢指標 一個叫逆勢指標 也就是說 今天你可能買了一堆軟體 你要知道你買軟體的這個指標 是什麼 它是順勢指標 還是屬於逆勢指標 怎麼分 例如說像 MACD 叫順勢指標 如果你看它指標裡面 它有數值 但那個數值不會說 從0到100 這邊做三下擺彈 像KD指標 RSI 這就是屬於0到100 0到100之間裡面 三下擺彈 它可能到100之後 還是100 就是它不可能到101去 那MACD的話呢 如果指數漲 股價漲 它可以一路怎樣 指數漲 股價漲 MACD一路的往上 除非它指數往下的時候 它開始往下走 所以它沒有所謂叫做邊界 但它沒有邊界的時候 是什麼 順這個勢在走 所以MACD 是什麼東西 順勢指標 那逆勢指標的話 就屬於像KD指標 是屬於逆勢的 就像一個擺彈指標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說 指標的意義在哪裡 有時候你說奇怪 為什麼好像 大盤它都能夠跟隨這個4在走 沒有錯啊 大多數的指標就屬於順勢指標 就是說指數在漲 它就屬於偏多 指數點它屬於偏空 是屬於什麼 順勢指標 那有時候有人會去做什麼 短線嘛 例如說漲多拉回的時候 你就要操作什麼 逆勢指標 例如說漲多之後高檔遁畫 或者說漲多之後高檔背離之後往下殺 這是什麼逆勢指標去做的 或是說例如說像 CDP屬於逆勢指標 好 那這屬於指標法的部分 指標法有哪些常見的 第一個 均線指標 就是MA嘛 均線 均線反映到什麼 一般投資人的平均成本 BIOS 乖離率 反映投資人的平均報酬率 KD指標是反映什麼 股價相對走勢 RSI反映什麼 判斷股價漲跌的機率 MACT判斷什麼 確立中長線的波段走勢 找出買賣的時機點 好 這些是我們一般常用的 也就是說 你去背指標那個沒有意義 你要知道那個指標所告訴你的意義在哪裡 例如說 好我們現在來看 我怎麼知道目前大盤 平均投資人的成本在哪裡 這個問題出來了 你怎麼知道 看什麼 看均線嘛 看投資人的平均成本 例如說 這個月 大家 成本在多少 看月均線嘛 這一整年裡面 投資人的成本在哪裡 看年限嘛 最主要看均線 它能夠反映什麼 投資人的平均成本 那你怎麼知道它的 大家的報酬率呢 看乖離率 就是說 股價跟均線的乖離率多少 如果均線在這邊 股價在這個位置 乖離率如果是10%的話 表示 目前的投資人 的價位 巨大的成本 大概賺10% 乖離率10%嘛 那如果 乖離率如果是負30%的話呢 什麼意思 目前投資人 產套 平均賠30% 所以有時候 乖離率過大會怎麼樣 跌身會反彈 所以跌身反彈是看什麼東西 看乖離率 懂得嗎 第三個 看KD 我怎麼知道股價相對強勢 看KD指標 所以很多人說 啊 我選強勢股 怎麼選 看KD就好啦 有人會看報紙 報紙會告訴你 什麼 昨天強勢股是什麼 這個禮拜強勢股是什麼 你透過別人 寫報紙 看到雜誌 看到媒體 看到人家所發表的一些文章 才說喔 它是強勢股 來不及了 當下怎麼知道 看KD指標嘛 KD指標就反映到所謂強勢 如果是弱勢 KD一定是屬於什麼 死亡交叉 然後 要低檔 背離 或是屬於 進入所謂超賣區 這個要了解 第三 第四個 我怎麼判斷股價 漲跌的機率 看RSI 股票漲跌機率 如果漲的機率是40% 你要不要做 如果股價漲的機率是20% 你要不要做 這只有差了嘛 一樣是突破 突破之後 你認為它的機率是多少 50% 或是80% 50% 可能還看一下 80% 就怎麼樣 拿錢下去拼了嘛 所以 一般我們在操作 你說很多投資人 都要解釋什麼東西 這個數字是什麼數字 技術分析 所透露出的數字 它告訴你 你現在這麼做 你的機率多少 所以你必須要有個尺 有多少的勝算你才願意做 如果你說 老師啊 我勝算你應該在八成這樣 我才做 好 那就等啊 突破了 勝算只有七成 不要做 突破了 勝算只有七成五 也不要做 那你就要有這個耐性去等 等 等到它出現了 例如說 股價跌破歸離率之後 跌破均線之後 跌破均線之後 歸離率過大 歸離率如果是-10 跟-30 請問 哪個機率反彈的速度比較快 哪個反彈的機會會比較大 但是30%嘛 -30% 所以你說你要等啊 到10%的時候 忍一下不出手 20%不出手 忍一下 那萬一20%之後 開始往上彈的話 那你就錯失了啊 所以有時候你說 你把你的機率拉大說 我要勝算很大 那你就必須去忍受 等待空手的這個寂寞 跟等待空手的這個什麼 CUT 的那個首位一樣的這個情況 好這東西就是要去 你要去克服 第五個MACD 去看中長期的波段走勢 找出買賣點 所以看中長期的話 很簡單 看MACD 所以如果股票好 基本面一定好 基本面好股票一定好 那MACD就必須怎樣 波段屬於正向的 如果消息面說它很好很好多好 結果你一看股價 奇怪怎麼MACD 零週以下死亡交叉 然後不斷的破底 那就不一樣了嘛 所以有時候回歸到最基本的技術分析 去找出那個東西來 好那指標法怎麼用 這些方法怎麼用 給你一個建議 挑損適合你自己的習性就好 然後找一兩個就好 其他的微幅 指標法有很多 不只這五項 其實已經有超過幾百項都有了 挑出一兩個就好 適合自己的習性 然後了解什麼 它運用的時機範圍跟限制 也就是說這些技術分析可以用 但是你必須知道它的適用範圍在哪裡 每一個工具它都有它那個 限定上的一個所謂限制 它有它的限制 所以你要去了解 甚至配合自己的習性 例如說你是屬於那種要賭 不賭會死掉那種 就是愛拚 好你愛拚的話怎麼做 你可能就要看KD指標啦 你就不能夠看什麼 看MACD啦 為什麼 因為看KD的話 出手次數比較多嘛 MACD的話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 出手一兩次而已 KD的話是每天都出手嘛 那如果你是屬於這個 錢是輸不起的 錢輸不起不能夠輸的 那怎麼辦 看管理率嘛 等啊 等到管理率過大 再做就好啦 那如果你是在等說 我可以等 那我要等到什麼時候 開始噴出去之後再做 看什麼 看均線嘛 那也要等啊 所以看每個人的習性不一樣 依照自己的習性 瞭解自己 瞭解自己 瞭解指標 好 這樣你才夠做 好 那技術分析它的型態有什麼 剛剛你提到了嘛 兩大中派 一個是指標法 另外一個是形態法 形態法 是什麼 就直接觀察價格走勢的圖形 然後找出規律 用眼睛看 用眼睛看 用眼睛看就好 看到之後 找出規律 那目前你所學到的 規律是什麼 例如說 WD打出來之後 突破頸線 上去之後 以1比1等幅的比例做計算 這是一個規律 你們大家找出來了嘛 對不對 三角形壓縮收斂之後 盤久必變 向上變或向下變的話呢 對 依照這種等幅做計算嘛 向上變的話 像上升三法一樣 或是說 向下變的話 一個頭部出來 所以有所謂的形態 像什麼 三尊頭 複合型頭部 然後圓形底 或是圓形頂 就這種形態出來了嘛 甚至於相形區間 相形一塊一塊一塊這樣疊下去 或是一塊一塊這樣疊上去 所以有人會用所謂的相形操作法 這也是屬於什麼 形態嘛 而這個形態 我們常見到有哪些 第一個 K線 第二 波爛 第三 切線圖 好 K線圖就是屬於形態學 所以我們用K線 去表示股價 例如說今天股價 開盤了 有最高點 有最低點 也有收盤點 股價一整天波動完之後 你劃出一根K線去表示當天的走勢 透過每一根每一根的K線 所構成出來的排列組合 看出趨勢 對不對 例如說 雙壓耀空 你看都知道了嘛 防轉訊號 還有一個 紅三兵 或是 色彈開太 你看都知道了嘛 紅三兵連續 砰砰砰砰 上去 多頭嘛 例如說 黑三兵 你也知道 上升三法 下降三法 你看都知道了啊 或者說 陰線吞噬 或是屬於流星線 十字星 然後黃昏之星 蛇子夜星 有沒有 我講這些東西 你應該知道說 透過圖形 有它的一個名字 透過名字 你可以很直觀的知道說 它屬於多頭 空頭 防轉訊號 第三個 第二個 波浪 波浪理論 就是屬於 形態學 有沒有 找出規律嘛 例如說 在多頭市場裡面 有上升五波 然後修正三波 一二三四五 然後ABC這樣子 在空頭的話呢 一二三四五 然後反彈ABC這樣子 然後透過波浪 你知道什麼東西呢 第一段 跟第四段 不能夠重疊 然後第三段 它要最長 有沒有 然後有時候波浪 會怎麼樣 延伸出 還有延伸波 例如說 修正波的時候 第二段 跟第四段 這個線型會怎樣 不會一樣 你看 這是屬於一般 我們去看到股價的走勢裡面 所找出的規律 那這些規律 除了我講的之外 他們要切下規律 有 只是看你有沒有發現而已嘛 那我發現的 我們把它整合出來之後 變成一套所謂 最新硬壓線 預測學 所以一樣方法 你也可以走出你的規律 第三個 切線 什麼叫切線 就是屬於 下降壓力線 上升趨勢線 有沒有 股價走勢之後的高點對高點 所連成出來的壓力線 低點對低點所連成出來的這個切線 還有所謂的高點對低點所謂的X線 等等之類的 反正你可以畫很多線嘛 對不對 什麼臨情線 什麼線都可以畫出來 或者什麼 趨勢線 拋物線都能夠畫 這些全部屬於什麼 形態學的部分 好 所以投資朋友 這個形態學該怎麼用 透過圖形 然後推認未來 然後價格走勢的變化 也就是說 形態學的好處在哪裡 它能夠找出規律 找出規律之後 去預測未來 它的價格走勢變化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K線能夠預測 因為它是個圖形嘛 因為我們人 一般人是這樣子 說你寫了那麼多數字 除非你對數字很敏感 不然的話你看到這些數字 你也沒概念嘛 但你看到圖形直覺式的 我們右腦跟左腦嘛 左腦邏輯偏向數字 右腦直覺偏向圖案 所以透過右腦的這個圖案 的一個顯示 看到知道直覺反應 它屬於什麼 預測未來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了解這個東西之後 後面你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晚安 整個天堂 五八六八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成都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贷出 成都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所有投资人 专业投资人 都紧定在这个数字的变化 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 压力跟支撑在哪里 当你压力支撑知道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能够做群的群 看涨就买入买权 看涨就买入卖权 看不涨就卖出买权 看不涨就卖出卖权 所以支撑压力怎么找 透过技术分析 这两大类 一个是指标 一个是指标 一个是形态 而指标的部分 有这几类 均线 乖离率 KD RSI MACD 形态的部分 有K线 有波浪 有切线 所以在经过我们告诉你之后 投资朋友 你可以终于知道了吧 穷人相信运气 而富人相信方法 赢家是练出来的 要提高你的胜率 请你把技术分析给学好 学好了 胜率提高了 你就有方法能够赚钱 跟上脚步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赃神